各位老铁大家好 泰哥说战骚 今天又和大家碰面了 今天我要和大家说一下 战骚的一个秋季饰养管理 那么这个秋季 气候会开始变冷 日照也会逐渐的变短 其实这个气温对战骚 也是有着很大的一种影响 因为他们深信是喜欢 凉爽和寒冷的一个自然环境 在这样的季节里 他们的神情和他们的这个食口食量 都会得到迅速的一个恢复 他就不像夏天 随时懒洋洋的躺在燕子里面 他们平时会在燕里互相的追逐 相互的这个田领 性技能的话呢 已经开始活动 那么对这个间断的战骚 日常管理的一个重点 就包括了几个方面 那么第一个方面 就是它这个秋季的一个防疫 免疫的一个接种 因为气候开始下降 气候多变 必须要对这个肠内所有的战骚 进行一次一个免疫接种 另外要事先对他们进行一次 这个健康的一个卫生检查 记录他们的一个身体情况 和他们的一个健康情况 那么对有病了这样的狗 就不能打疫苗 给他们处理或者是隔离开 等病好了之后 再来进行处理 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气候 对全场的战骚 要用这个佐贤米座 还有这个丙流米座 进行气候 那么很多老提他就会问到我 他说这个疫苗可以使用 什么样的疫苗来注射 那么疫苗的话呢 可以采用浅的五年弱毒疫苗 和浅的六年弱毒疫苗来进行注射 气候药可以采用国产的这个佐贤米座 还有这个丙流米座进行气候 这都是在秋季必须要做到的一个工作 因为你在发情了之后 再来做这样的工作 就会因注射 还有投药造成不良的一些影响 影响浅的一个政策发情 还有干扰的浅的一个怀疑过程 所以我们在秋天释养的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这几点 这是养好战熬最关键的一些基本产食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关注泰哥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战熬知识 另外你们有什么不懂的地点 可以在评论期和我互动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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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